文化部近日部署查处违法的游戏产品及经营活动 有188家运营单位及其游戏产品涉嫌违法违规被通报查处 你开公司当老板 我当你小蜜 这是这款商业大亨网络游戏的宣传词 配上美女的图片和能吸引网友的注意 想让她干啥就干啥 你想怎么对待你的妃子 类似的语句成为一些网络游戏的广告语 而这款游戏贴上了日本AV女优的图片 并宣称与这位女优亲密接触是游戏的潜在任务 以此来诱惑网民加入 一些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利用低俗色情等不健康 不正当的宣传手段进行推广 其实在其中大部分有很多游戏 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它的宣传手法是恶劣的 是影响不好的 是不健康的 22家涉嫌利用低俗内容做宣传的网络 游戏运营单位被通报 此外 100多家非法提供网络游戏私服外挂 备案要求进行备案等单位 都被要求在一个月内进行整改 否则将不能接入互联网 这两天呢 我们一直都在非常地关注抱走妈妈陈玉荣 那昨天在经历了长达13个小时的手术接力之后 陈玉荣割肝就子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这名55岁的湖北母亲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 也在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手术以后他们还好吗 带着这样的一份牵挂 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武汉市同济医院 透过玻璃门 我们依稀能够看到重症监护室的这对女子 平躺在病床上 还插着呼吸机 平安度过了这道生命的关口 想必他们彼此一定要很多话要说 母亲回病房以后就说人的马 那个甚至是清醒的 我们当时就询问她就是有什么不舒服 然后她当时的第一话就是说 她的那个手术还顺利吗 儿子手术做完了没有 一个是陪伴自己走过了30多年的妻子 一个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在昨天长达13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 最胶着的莫过于爸爸叶国祥 今天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自从抱走妈妈陈玉荣的故事传开以后 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 他们所居住的武汉市江岸区顺家鸡街道居委会送来了13万元的未认金 同济医院免去了近100万元的手术费用 社会各界的爱心冗动让这家人充满了感激 医院方面介绍说虽然陈玉荣是通过抱走减掉了脂肪肝 这类肝脏移植手术在全国都数罕见 但手术恢复期不会变 最多一周后他们就能离开ICU进入康复状态 祝福这家人也感谢所有的好心人 而接下来我们即将要看到的宝贝寻家